好,咱们今天看一下与G有关的字 这个写法像个7,上边很长,下边很少短 中间像个A,这个特别短,这个地方要空出来 那比如说我们写第一次 归来的归,短数,看钝笔,拉着走,写长 然后看钝,拉钝,看刺着走 来一个R 那么我们以这个字为字根来列于很多字 比如说扫地扫,横写短,竖起高 看,钝笔,踢,看钝,走,拉下来 看一下,这地方一定要空出来 这个结构我不讲,上边,下边要空出来的 它在中间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妇女的妇 女字旁,咱们要写的寿长 所以撇花写抖,变成T,看 也是这样,这是在这个左边的 那我们再看在上边的变化 那比如说我们写零,零动的零 这个很短,因为下边它主要有P那 所以两点,左点低,右点高 点连成后,与上面是等矩的 那我们再举一次 比如说我们举个熏着的熏 看一下,这有变化了 把这个横拉长 然后,二字符和三字符 所以这里边的主笔,它就是长横 刚才这字呢,是偏辣 好,我们这路 我们再看一个寻找的寻 刚才说错了 看 这要写短 这个寻,这个是主笔 看在那个底 这在上边的 那么在下边的 我们容易想起是雪花的雪 大家看一下 这个 2宝盖一定要写宽 我接下来把这字写完 再说 看一下 因为这个 它这个横着 不能充当主笔 所以它不是主笔 它没有办法放 所以上边这个放 你像雪是横来放 那下边啊 我们再写一个彗星的彗 这是风 看 下面我们这个写宽 看 要连横 这样来处理 那么还有一个字 像我们写这个 当然的当 看 像横S 把这个拉长 看 这样来写 在上下结构里边 这个横着又比这两点 要宽一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横 拉长 那么 如果以当 为字立 我们也可以列举很多字 比如说 踢手旁的 看 踢 这可以起高一点 你看 这个长文写 这个树一定要朝里边收 那么我们再写一个 木子旁的 踢上去 看 这样走 所以横是白手 就左右摆动 这个牵丝呢 一定要注意 踢鼻 再比如说 我们写个铃铛的当 还是这个高 右竖最高 这个撇 你看 重 踢起来轻 朝上面一条 这个要多加练习 我们再写个 库当的当 看 这个写长 竖起高 看横S 看 写个R 那么 刚才我们讲这个G 它中间没有B画的 那如果中间有竖 有P经过的话 那么第二笔有变化 那么第二笔有变化 比如说我们写均 看 先写个7 看 来一个长横 看 回来走 看 P画 就是有一个中间有P画画 或者竖画经过 所以把这横写长 所以把这横写长 看 这样来写 那比如说我们再举最后一个字 比如说纪律的律 你看 这个横拉长 来个三连横 上条 来个选择书 所以说我们练习行书 或者练习这次结构 或者说练习这个偏方部署 一定要把这个偏方部署和结构 整体放在一块来看 好 咱就留到这儿 来个选择